很容易画的 那究竟是什么东东呢? 首先我们用一支圆笔 或者你有这个素描笔 先画了四点 我们就直着这些线 就做了一个好像正方形 是吗?已经做了一个正方形了 大家好意啊? 我想和你们介绍一个新的图案 它的名字叫春天 春天怎么画呢? 春天我们想起什么? 春天也很容易画的 就像一个螺旋形 看到了吗? 好像一个螺旋形 究竟这个螺旋形是代表什么呢? 因为螺旋形也有它的含意 原来螺旋形是代表生命的复苏 是我们的能力 也代表我们的知识的增长 我们画了一个大的春天 那怎么可以令它更加丰富和有趣呢? 大家如果还记得我说 就说在这个水彩纸上 我们可以移动这张纸 利用我们这个针笔01 如果你有的话 就可以在下面或者附近 画其他春天 画的时候我们的手 就要慢慢慢慢的推动 不用太大力 大家可以放松自己的手腕 可以有些春天大一点 也可以有些小一点 这个春天令我们能力的复苏 我们自己的知识 与日俱长 好像一个螺旋形 很可爱 我们也吸收了一些新的事物和能力 令到我们人生 我们的知识 生活 更加丰盛 更加成长 大家 是不是很容易画呢? 这个小朋友和大人都可以画到的 春天 这个我经常都在我的创作里头 我都喜欢用的 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 而且很容易画 这幅春天就已经画好了 那你可以画完也可以 你可以留在空白的地方也可以 那我们画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HB 如果你有这枝笔的话 我就帮它在它附近的白色的地方 我们可以和它上一些阴影了 我们可以和它上一些阴影了 那这样的 这些 春天是否会更加 那个凸凸感 就更加强 好像凸凸出来 那 那春天究竟是哪个创立的呢? 当然是有个发明家 一个设计师 原来它是由 Sentango 即是禅晓的 艺术创始人 Rick Roberts 和Maria Thomas 是他们两位设计的 象征能力 我们的知识的复苏和增长 这个春天是否有趣呢? 是不是都挺有趣呢? 那大家呢 譬如在画好这个春天之后 如果你想它更可愛 我自己就不会就这样的 我会加一点点东西 我喜欢加一点点 你们也可以有你们自己的创意 是不是呢? 现在我们有个变体 春天的变体 是不是呢? 你不一定要加这些 你自己可以加其他东西 也可以 或者你可以在这个格里 加一些圈圈 或者其他设计 又可以 是不是很容易做呢? 做的时候呢 就不用这么心急 最紧要放松我们自己的手腕 享受当中的过程 是最紧要的 而且不需要和人比较 每个人的创作 画出来都有一些不同 大家是不是看到了? 一个形象 如果我们现在 在它这个点里头 把它 油深一点 是不是出来呢? 感觉完全和刚才 又有不同 是不是? 原来 这一幅这么简单的画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创意 禅晓画是一个现代的艺术 透过不同的图案 可以增加大家日常的生活 丰富我们自己的创作能力 以及 我们自己的耐性 那我就画好一幅 之前我也有画一幅 那我就想玩麻烦 Sophia帮我们拍一拍 大家可以 这个大个春天 跟着它旁边 我们附近 可以加一些小的春天 或者在那个角落头 加一些春天 比如这幅我完成的作品 你看到我有大有小的 有不同的层次感 大家也可以去做 之前我们也说过 用一枝的纸笔 在这个书局叫妈咪买 你可以透过纸笔 可以把一些颜色 就是那个层次感 我们可以推开它 就是做一些层次感 出来我们的图画 又会更加丰富 有不同的层次 看上去质感 又会不同了 是不是? 这些呢 大家都可以去做 还有在我们 在疫情期间 我们很多时间都来在家 可能又不知道做什么 又很闷 也可以透过 如果你喜欢画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又不需要花太多的金钱 买很多的材料 很简单 做出来 是否不同 那个感觉 当你上色之后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记得 这个螺旋形的象征 就是生命的复甦 以及表示 我们的知识增长 我都很希望你藉着这个图 你也有新的启示 以及新的学习 好不好? 多谢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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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